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一期美妆视频 我就暂且叫它晒伤妆或者是夏日蜜桃妆好了 不过大家平时可不要被晒伤呀 日常防晒还是要做好的 它出来的妆感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我会用Bobbi Brown的这个润唇膏 然后用Glossy的Future Dew 用在想要提亮的地方 我会用在颧骨、鼻梁、额头还有下巴 接下来是遮瑕 我用的是YSL的这支遮瑕笔 我会用少量涂在眼下 嘴巴周围暗沉的地方还有鼻翼两边 然后用美妆蛋轻轻地拍开 接下来是粉饼 我用的是City的这个Airbrush 它的粉质很细腻 我会用在眉毛上 还有脸部周围以及鼻翼两边 接下来是膏状的Bronzer 我用的是Hourglass这盘里面的Cream Bronzer 把它用在颧骨凹陷处上面一点的地方 还有下额骨 鼻梁两侧还有外颜角也要涂一点 用化妆刷把它往上推 带到平时会涂腮红的地方 然后继续刷刷刷 把所有的膏体都刷均匀 化眉时间到 先用RMK的眉粉 最浅的两个色号给眉毛先填一下色 再顺便用最浅的色号画一个鼻影 眉笔用的还是Benefit这支 色号是3.5 我会沿着自己的眉型画 稍微把眉尾拉长一点 在这边 用自带的眉刷把眉毛梳得自然一点 接下来我会用glossy的boybrow 把眉毛向上梳制造野生眉的感觉 然后让眉毛会看起来比较立体 今天会画一个比较简单的眼妆 眼影我用的是Urban Decay Born to Run这一盘 先用一个偏橘一点的大底色涂在睫毛根部 然后晕染开来 再用一个深棕色加深一下外眼角和睫毛根部 再用眼影刷把它晕染开 这样会让眼睛看起来比较深邃一点 让我看起来 然后用里面的一个香槟金色点在眼皮中间 因为我自己的睫毛非常短 所以我基本上都不会用睫毛膏 接下来我会用Fenty Beauty的这个bronzer 涂在我之前用的cream bronzer上 一样我会把它带到我平时涂腮红的地方 鼻梁和额头也不要忘记哦 我买的这个色号不是很深 所以我一般要刷很多次 终于到这个妆容的灵魂啦 我用的是glossier的这个液状腮红 把这个橘色和蜜桃色混合 横着扫在脸上 如果你的腮红刷也跟我的一样比较大的话 可以把它稍微捏扁一点 这样比较好控制刷的位置 再用美妆蛋把它拍均匀 我觉得颜色还不够 于是我又多怼了点 再用NARS的这个粉状腮红带过一遍 今天妆容的重点就是腮红 所以不要怕涂得太多 高光时刻 这里用的是BECCA的OPPO 把它点在颧骨、鼻梁、眉骨下 还有下巴的位置 用美妆蛋拍开 第二份高光用的是MAC的SOFT AND GENTLE 接下来我会用KISS ME的这个眼线饼把我脸上原本有的质点出来 这样会让妆容看上去更自然 也更有特色一点 眉毛下面长了一个小豆 也可以点橙汁 口红我用的是Bobby Brown金管的这个BOLD HONEY 是个很好看的裸棕色 用PIXI的Milky Spray做一个顶妆 这样妆容就完成啦 你们喜欢这次的妆容吗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主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的妆容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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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